林青霞的獨立豪宅 市值傳出高達42億台幣 設林青霞60歲的生日禮物 更多資訊請教資深記者楊慈英 林青霞位在香港飛鵝山的這棟豪宅 在凌晨發生了火警 而且火勢是大到到早上7點 還一度無法撲滅 不過所幸林青霞沒有住在這個豪宅內 而且裡頭的傭人、司機等等的 都有順利投身 沒有人員傷亡 但讓大家好奇的 這豪宅究竟有多大間 是真的很大間 因為佔地了超過1400坪 而且這個市值是高達11億港幣 相當於台幣42億 這三層樓的豪宅 裡頭真的是應有盡有 有游泳池、網球場、健身房、圖書館 甚至光是這個花園 就佔地佔了800多坪這麼大 過去林青霞還在微博上分享說 有仙客還會飛到他家去做客 根本可以說是一個生態保護區了 而當然這佔地這麼大 維安規格更是要做的滴水不漏 所以裡頭有高牆還有鋼絲圈、監視器、感應器等等的 所以被說是超級堡壘 而且還24小時的保全、助手 還有超過10隻的狼犬會巡邏 會這麼的維安規格做的這麼的高 因為其實這棟豪宅是林青霞的老公、行李源送給他的60歲大禮 而且2014年這一年不只是林青霞60歲 也是他們結婚20週年 當時行李源是赤資了港幣1.3億 購入這片土地在興建好之後再送給林青霞 只是沒想到這個維安規格在做的 怎麼滴水不漏卻還是防不了這場火災 林青霞的豪宅大火也引發了大眾關注 香港熱搜是登上第一更多消息 請教此營 林青霞的豪宅傳出火警之後 這個消息一曝光 立刻登上了Google Trend第一名 也就是搜尋趨勢的榜首 大家都在Google林青霞這三個字 跳出來的呢 都是想要關心他家豪宅 所幸呢 他這個豪宅是位在香港的飛額山安達成道 凌晨12點半的時候發生了火警 火勢非常磨練 而且呢是延燒了超過8小時 但所幸是無人傷亡 林青霞也不住在這棟豪宅內